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那首相伊斯麦沙比里昨天进进国家元首之后呢 就到巫统总部去见党主席阿末扎西在内的巫统四巨头 消息就透露整个会面长达一小时半 过程平和但谈了些什么呢 巫统总秘书阿末马斯兰昨晚就指出呢 他说昨天晚上巫统只是召开立场会议 并没有重大议程 甚至都没有紧急召开最高理事会特别会议 首相伊斯麦沙比里昨天离开网工后 回到巫统总部与党高层开会 但总秘书阿末马斯兰告诉媒体 那纯属立场会议没有任何重大议程 我们有很多议程 我们有很多议程 午夜的议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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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有很多议程 我们有很多议程 而当巫统五巨头之一的副主席卡丽诺丁被问到会议内容时 只是抛出一句 会议只是讨论竞选宣言 巫统总秘书阿末马斯兰强调 昨晚巫统召开的只是立场会议 但他也承认 由于大选即将来临 那会议中也有讨论竞选宣言 然而昨晚网上流传的一份巫统文告就指出 由于首相伊斯麦沙比里昨天无法解散国会 因此巫统四巨头要求巫统级部长 遂迟要在裁案提成之前辞去官职 并且撤回对沙比里的支持 让国会自动解散 那这份之期10月6日的巫统文告是由阿末马斯兰署名的 但这位巫统总秘书昨晚就火速发推文辟谣 称这个是假消息 他就抨击这个是极蠢的污蔑者为了赚取可观的额外收入 而加班做出来的假文告 目的就是要分裂巫统领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